四角是电源阵 那么对角十一角是电源阵 你看多了 这个都记住了 都知道了 那么测试的时候 我们就测试二角对零阵的电压 三角对零阵的电压 看是不是一致的 一致的话 我就认为这个运放 就四运放里面 这一个运放是好的 然后再测试第二个 就测五六角的电压 对地电压 然后再测什么 九角和十角的对地电压 再测十二角是三角对地电压 如果这四个电压都验证了 都是每一个同向端和反向端 都是一致的电压 那我就认为 不是说不是四个 是两个两个的 那我就认为这个行为是 好 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 首先 第二角 第二角对地的电压 对地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地的电压 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引出来了 你看是-4.996伏 那么第三角的电源 我们来看看 第三 不是这个位置 第三角电-4.997伏 这个和-4.996伏 基本上一致 认为是一致 你这个相差 也是 相差是有一个限度的 也不是说一点点相差 就认为它哪个大哪个小 那不能那样比 比如说这个4.99 另外一个也是4.99 那基本上是一致的 它一致性很好 因为你这个表比介入的时候 对它本身是有点影响的 是有点影响的 所以你不能严格说 我这个小数点后面几位都是一致的 你至少少小数点后面一位 要一致 小数点后面一位 两位的话 至于一位一致的话 那一看这个芯片的叉数了 有些芯片的话 它的精度没那么高 你可能它 你测试的话 就说受影响比较大 那可能测试的不一致 有可能不一致 好那么这个第一个 是不是就是好的 就可以验证是第一个是好的 这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是测五六角 五角是四点九五五 六角 五幅 九五五和五幅是不是也差不多 差不多远 那就认为它也是好的 为什么是好的 因为它本身这个运放 就是已经给你虚短了 它能够自动虚短 我们讲虚短是 从运化自身反馈的结果 它能够反馈到 让你这个输入端一致 这个电压一致 就是控制在很小的范围里 说明它说明它这个运化已经动作了 已经在动作了 那么再测试这个第九角和十角 九角四点九九九十角 负四点九五五四点九都是四点九 后面也相差很小 那也认为是OK的 然后再测试十二角十三角 五点零零二 五点零零一 也是认为一致的 那我这个就可以pass了 再测第二个 四点九九七负二 负四点九九五八 OK 四点九五四 四点九九七也OK 四点九九九负二 四点九五负四点九九九 四点九九七 这个就不是运化了 这个不是运化 这个不是运化 它的这个接线就不对了 嗯 那我们就不管这个 不管这个 这个负十八幅了 负十八幅了 负十八幅了 那我们要关注它 这个可能是深压了 有点深压了 负十七幅 啊 作为一个深压电路在运行的啊 有可能是一个通讯之类的 用的啊 嗯 那我们先不管 我们把这个运放测试 测试 测试完了就行 这个五点零七 啊 这个我们如果看是一个运放的话 看有什么情形啊 是不是不不一样啊 我们看这个 F444啊 这个也是个运放 但是为什么和这个 特殊情况啊 你看啊 这个也是个运放 为什么三角和二角电压不一致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嗯 现在二角是这个电压啊 刚才没测好 啊 也差不多啊 注意啊 有些的话你测试的时候呢 就是运放的输入端是属于一个悬空状态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端子 你看啊 这个依赖于另外一个板 它的信号 依赖于另外一个板 所以它是悬浮的啊 悬浮的话 你另外一个板没接 是不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电压 它就悬空悬空的话就有一个干扰 就在飘来飘去的啊 那你测试的电压 其实你把这个表笔点上去和没点上去 它的电压是是不一致的啊 是不一致的 这时候测试的话 可能并不符合我们这个虚短 虚短的这个特点啊 这个要留意 就是你看你这个本身这个就通过这个电阻 通过这个电阻外围接到外面去了啊 接到这个端子上去了 所以会有点略微有点不一样啊 我们刚才测试的 我们再测五六角 负十六伏 负十六伏 这个也有点不一样啊 也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已经已经OK了 负二十伏 那不对啊 这个电压能飘上去了 输入才十五伏 查一下 这个点这个不是地 接触了一个点 要接地啊 对要接地 负十一点八 这个也是负十一点八 看看 严格一致 虚短 这个负十一点八 这个 这个就不对了啊 也有点不一样啊 现在就不一样啊 调查一下 是有点不一样啊 这就是